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一样也有点算是我的休息日 就是没有特别吸收太多过多的资讯量 那昨天呢我花蛮多时间就是一个人在家的 因为我先生刚好就是一整天都跟朋友有约 所以他早上九点多出门 我也大概是九点多醒来 那一早呢我整个早晨的步调是非常缓慢的 所以从九点到中午十二点这一段时间呢 我就是吃了早餐 看书 冥想 就大部分是做这三件事情 还有一点点的书写 所以我在看书跟冥想这边花了很长的时间 好像都各自快要一个小时耶 我昨天的冥想非常的长 至少没有一个小时至少也有四十分钟 就是真的坐下来 那我昨天在冥想的时候其实想很多东西 就是我这几天在学习 反正就是一些人生探索啊 或者是灵魂使命的这些议题的时候 我就看到一个说法是 其实你的灵魂它的目的 就是说它本身呢就是 知道你这个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它的存在就是不断的去提醒你 以及带领你走向最终呢 就是你灵魂注定要做的事情 类似像这样子 所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信这些东西 可是我在看的时候 我心里面突然之间觉得说 好make sense哦 就是会觉得你在人生的一些重要的时刻 可能是那种人生的十字入口 你会有一些感觉是 好像心里面有某一个声音 它告诉你要怎么做 那个声音它其实乍听之下 会有点像是你的一个欲望 不然就是你心里面的一个想法 那有一些人会称它为直觉 所以在很多时候我都觉得 诶这样子回头来看 我过去的人生好像也是不断的被 I don't know 我的灵魂吧 去指引我到底想要去做些什么事情 然后它就是说 其实灵魂呢 跟自我是两个互相抵触 然后互相 他们两个人的任务很不一样 就是你的自我 是 就是你的ego 它是专门在保护你 以及去形塑你这一个人 是一个怎样的人 就是你的自我认知的 的一个功用 然后它就是 它也会make sure你的各式各样的需求 生理上心理上的需求都被满足 那这是一个自我的存在的目的跟功能 所以它也没有好跟坏 它就是这个是它的特色跟属性 然后灵魂的属性呢 它就不管这些了 它就是它自己有一个checklist 所以它会不断的指引你 无论是透过一些奇迹的发生 不然就是透过一些挑战 出现在你的面前 然后它的目的呢 就是让你去prepare 让你准备好通往那个 你灵魂注定要去做的事情 或者注定要走的道路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并没有办法很确定 我们的灵魂究竟要去哪 是因为灵魂它会自行判断 你是不是准备好了 要去知道或者是接下这些任务 因此当你在还没有准备好 或者是你的经验还 经验值还不足之前 它会有一系列的小关卡 大关卡 不断的呢 让你去渐渐的接近 那个你已经准备好的状态 然后当你的状态已经准备好了之后 它就会reveal 它就会揭晓 然后也不是一次性权揭晓 有的时候就是阶段性阶段性的 那样子慢慢的揭晓 所以你往那个方向走 你就会更加更加的明白说 哦原来就是这样子回头看 一切都很合理 原来这真的是我要走的路 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昨天在冥想的时候 我就是不断的去回想 这一系列的学习跟拒绝 然后呢 我又想到了一件事情是 他们就是在说你的生命的所谓的职质 或者是那个意义究竟是什么 然后他是说 这个是由三件事情组成的 第一个呢 叫做你的存在 第二个呢 叫做你的天赋 他们翻译成 所以可能也是礼物 然后再也就是你的 也就是你的使命 那 我觉得这个有点长 有点深 未来再好好的介绍好了 但 总而言之呢 他就是说 你的这三件事情啊 是 如果你能够figure out 这三件事情 你基本上就是figure out 你人生的 目标跟意义了 好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你的存在 那 他是说 这个本身就是你的一个being 就是你这个人的本质是什么 我相信你可能在网络上面 如果有接触相关的资讯 你应该很常会听到 大家在讨论这个 哦 你的本质 自然的本质 宇宙的本质 就是这个本质究竟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你可以翻译成存在 就是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那 我看到了一个很棒的例子 就是说 假设你今天这一个人啊 你 呃 举个好笑的例子 你一出生的时候呢 头上就亮着一个红色的灯 所以你走到哪呢 就是你就会让其他东西的颜色 照到一个红色的光这样子 可是因为呢 你自己就是从小到大 就是一个这样子生活的人 所以你永远都看不到 什么叫做没有红色的光 会长什么样子 就像是我们 呃 有空气 跟鱼在水里面游泳 就是你不会发现这件事情的存在 但是呢 假设有一天 你走进一个房间里面 那个房间里有很多人在开派对 然后你一走进这个房间里 有一个人 有几个人突然说 诶 快看哦 就是 谁进来了 这个房间呢 变成红色的 然后你可能就想说 大家到底在 都在说些什么 所以 那个书中 忘记书名叫什么 我是看到一个 呃 Natasha 传给我的文章 反正 最近会在跟Natasha 合作 我就做了很多的功课 呃 他那个书里面 举到这个例子的时候 我心里面就想说 对耶 有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 就是 你跟一个人相处 你一接近某一个人 或者你进到一个房间 你就会觉得 他是有个vibe 他有个氛围 谁的存在 谁的进入 就是这个人Enter 会影响到 这整个空间的 一个氛围 你有这种感觉吗 明显一点的呢 一定是 Oh my god 总是讲话很刻薄 或者是脸很臭的人 进来 然后把气氛搞砸了 又或者是呢 有几个人 他们天生的属性 就是很开心果 一到了这个场合 场子就变热闹 你应该有这样子的朋友吧 就是 他就是那个 彼此之间的黏着剂 调和剂 他是那个 呃 很爱领导的人 他是我们整个 朋友圈里面的 康乐鼓掌 他是那个 最会安慰人的人 他是那个 就是 呃 讲话最犀利的 那个人 有这种感觉吧 所以 我相信 这个所谓 本质的东西 你自己是 看不太到的 因此 读了这个 内容之后呢 我就开始 去问我的朋友 跟我先生说 我是一个 怎么样的存在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 你也可以问问看 你身边的 亲密的人 跟好朋友 相信你可能都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 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这个我不是说 哦 就是你是一个很很 很快乐的人啊 或者是你是一个怎样怎样的人 嗯 虽然这些可能都有关联 就是你是乐观的 然后你是温暖的 但我觉得这比较像是说 其实你跟一个人谈恋爱跟 我觉得爱这个东西的本质到最后是 你喜欢这个人的本质 你喜欢这个人的存在 这个人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他就是坐在你旁边 你就会觉得 嗯 我很喜欢你的存在 我很喜欢你的存在 带给我的感觉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 他很难形容 所以有的时候呢 你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的观察 跟多方的去 询问朋友 你才会比较有感觉 然后每一个人对你的感觉 可能也都不一样 但是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脉络 像 我先生就是一个挺好笑的人 然后我就觉得 只要有他的场合 通常都会很欢乐 就是都会蛮好笑的 就是一个通常会比较像party的vibe的那种感觉 我就问他说 那觉得我的存在是什么样子呢 他想非常久 因为他说 他觉得我的很隐晦 很低调 然后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对自己也有这种感觉 不要觉得说 诶我好像就是在团体中很不显眼 然后我是不是就没有什么特色 我觉得特色并不是这样看的 很安静也是一种特色 懂得察言观色也是一种特色 所以你的这个本质 不是那种特别彰显很夸张的东西的那种特色 而是你这个人的存在本身带来了些什么 然后我先生就跟我说 他觉得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我 就是grounded 就是很接地的一个感觉 就是好像我到了一个空间 就会觉得整个空间是更加的接地 然后我也有朋友跟我讲过说 其实我的性格还蛮稳定的 所以 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啊 我们就会一群朋友去咖啡厅 或者是去那种就是 简单的素食店 然后麦当劳 一起下课之后写功课 然后我就有一些朋友会跟我说 喜欢跟我坐在同一桌 因为会莫名其妙的专心了起来 然后我就突然间觉得说 我什么都没有做 我没有做任何的事情 我就是写我的作业而已 但我就是安静写我的作业 竟然会可以带来为其他人的一个影响 然后让其他人专注 这件事情也是我朋友很后来才有几个人开始告诉我的 所以 有些这种有趣的小东西 我也觉得你可以从过去的人生里面开始去探讨一下 你是什么呢 那 我做完冥想之后呢 我就开始去录我昨天的影片跟上架 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位观众 他回馈给我说 我很像某一个身心灵的老师 叫做逸琳老师 然后他自己有一个频道 叫做无线充电宝 那位观众就跟我说呢 我跟逸琳老师长得有点像 甚至连讲话的感觉都有点像 然后我就想说 哦是哦 我就去看了一下 我就突然间觉得说 这好像会是我六七十岁的模样 心里的确有这种感觉 然后我昨天就随意看了 无线充电宝一集的内容 那那集呢 就是在说接地气 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接地气 然后为什么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是刚好被这一个影片的主题给吸引 点进去之后呢 我就发现他首先是介绍为什么要接地气 接地气有什么样的好处 以及怎么去接地气 然后他在讲的时候呢 他就说首先就是比较接地气的人 身体会比较好 就是会感觉比较有精神 比较有能量 如果有生病的话 通常很快就会好了 然后身体也不太会有 就是一些奇奇怪怪的病痛 或者是那种各式各样的慢性病 偏头痛啊 胃痛啊 或者是什么长期以来的背痛那种 好像都不太会有 然后再来的话是情绪方面比较稳定 就是说不太会有那种 情绪起伏大起大落 这是一个 然后也不太容易被其他人影响情绪 就是如果是比较高敏感的人 可能在跟另外一个人讲完话之后 就会觉得 哦我的能量都已经没了 我今天的电力已经就是被用完了 又或者是跟一个负能量比较强的人 会觉得跟他讲话完之后 我全身不舒服 我头很痛 然后的确我在看的时候都觉得 这些事情我都超还好的 就以前我一直以为我非常的迟钝 就是对啊 这个人的能量很不好 可是他不影响我 他是他 我是我 然后我也觉得我身体一起来都算是很健康的 想一想 然后又想到我前几天晚上跟我先生聊到 他说我很grounded的这件事情 突然之间就觉得 我好像真的是一个挺接地气的人 就是喜欢我可以吸收我周围的能量 然后我也很喜欢把我的生活环境打造成我喜欢的样子 所以要怎么样接地气 逸琳老师的那支影片里面就有分享到 首先绝对就是从环境开始嘛 环境尽量要是好的 通风的 然后有阳光 因为阳光这个光的元素非常的重要 空气呢 要是舒服的 然后如果是有机会到户外的话呢 尽量如果安全干净 尽量赤脚 可以去 一样在自然里面吸收分多金 然后并不是说这要是多大的森林或者是多什么干净都怎样 可是就是你自己觉得舒服的那些环境可以多去走走多去看看 然后我心里一想我就觉得说 诶真的耶 我从很小的时候 我跟我爸妈就有吃完晚餐之后 偶尔会出去散散步的习惯 吃完饭出去走 然后我们家也算是爱往外跑的 就是我爸妈也爱玩 所以我们也很爱去一些森林景点啊 或者是可能跟我爸妈去那种斯马库斯那种景点 就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喜欢去吸收这些能量的人 尽管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然后到了美国之后 我也觉得真的就是你知道爱上户外活动 爱上camping 那如果说你是生活在一个很城市里面的人也没关系 因为我一直来都是在20岁多 以前都在台湾台北长大 所以我也是住在很城市的人 所以在城市里面的方式就是你的房间你一定要喜欢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以前都没有意识到 可是我真的会很刻意的把我的房间打造成我喜欢的模样 放我喜欢的画 放我喜欢的味道 放我喜欢的装饰品 我喜欢的白色 颜色 布料 质感等等之类的 就是你的空间要让你能够充电以及接地 试试看 搞不好呢你的情绪就会变得比较平静 以及你的身体就会变得比较好 蛮有意思的 然后昨天呢就是做完这些事情之后 我就开始去工作 昨天也花了蛮多时间工作的 就是完成了我的 那个六月要开始的免费工作坊的简报内容 所以在设计简报 设计报名的页面这类型的事情 差不多就到了晚上 大概 其实没有很晚 因为我吃饭 吃早午餐的时候大概是十点多 所以我大概是在下午四点多的时候吃晚餐 然后也可以说一下 就是我吃饭时间其实还挺不固定的 就是我蛮常是饿了才吃 不饿就不吃的那种 所以不是说我会特别固定 九点十二点五点或六点 anyway 所以我昨天吃晚餐大概是四点多 那在吃晚餐的时候呢 我就是去看了一些 有关于冥想的脑波科学的影片 那如果你对脑波有点了解的话呢 你会知道清醒的状态叫做beta波 然后稍微有一点点 冥想的 就是那个冥想的状态叫做alpha 然后再往下一层呢 叫做theta 然后深睡熟睡状态的你的脑波叫做delta 所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 你的beta就是你的醒着的脑波频率是在14到21波 这样的脑波 然后你的那个alpha呢 会是在7到14 你的比较浅睡的那个叫做theta 好像是7以下吧 所以他说冥想其实是在做什么事情 冥想的用意呢 是让你进入到所谓的alpha跟theta波 就是让你在熟睡跟清醒之间的一个状态 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你会觉得说 诶我好像感觉到什么 然后我的那个状态就是悠悠然的 那其实呢 这都是因为你的那个脑波的速率变到其他的波 然后近几年的一个现代科学 有研究出一个叫做伽玛波 然后这个伽玛听说 它是一些就是修行可能超过20年的生人 可以抵达到的境界 那这个伽玛波呢 是在beta之上 也就是脑波21之上 只是这个的研究还很新 所以还没有太多的比较明确的数据 可以这样子好好的分享 所以我昨天就是看了一些东西 在讲要怎么样顺利的进入alpha或者是seta波 然后他就说其实 现代人的一个活动习性 社会习性是在beta波做交流 嗯 我现在醒着嘛 我录音 我教学 我跟你做分享 这都是beta波的活动 可是他说以前呢 在一些原始部落呢 这些人他不会只有在你的beta波有社交活动 你在alpha波 你在theta 甚至有一些他们说就是在那个南美洲的 很原始的那种热带雨林的部落里面 都还存在着一些部落 他们是透过梦境跟彼此在沟通的 因为有的时候 那些人他们就是你知道以前也没有电话什么的 所以你的那个聚落跟聚落的点之间搞不好是几公里 所以你没有办法一直去跟别人讲话这样子 所以他们是会利用进入到alpha或者是theta 或者是熟睡的delta波 去跟族人这样子沟通 然后来分享他们的梦境 所以我昨天就在看那个研究 就觉得超fascinating 怎么样就是透过这样的形式来去跟别人沟通 因为如果你能够不只在beta层沟通的话 你不觉得那你可以沟通的东西就变得很多了吗 是不是 就是不会只限制于现实跟人类的生活中 所以我前几天分享那个我做我奇怪的冥想的那个感受的影片 搞不好也是我开启了什么 我有降低我的脑波数 然后开始可以跟其他的波段频率的能量沟通 是吧 硬是要用很科学的方向来解释 但也跟你分享 然后最后大概在快要五点的时候呢 我先生就回到家 所以我弄了一点东西给他吃之后 我们就去森林散步 我们昨天散步了大概快要两个小时 就感觉还不错 就是生活上面各式各样的东西南北到处聊 也觉得很开心 就是很窩心 然后回家之后呢 我们就chill啦 所以没有做其他的事情 就是回家看电影 跟好像也玩了 对 玩了一个小小的桌游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我的昨天 也跟你分享 所以wrap up 我昨天呢 很开心自己在冥想跟看书的这个部分 做了非常的久 然后对于就是脑波的那个研究 跟接地气的一些学习 我也觉得是有一些吸收跟帮助的 那昨天很棒的一点是 我觉得我看的一些书跟资讯 还有我冥想的东西 都是一个我的资讯量可以负荷的量 因为这几个礼拜有感受到 我好像一直加一些新资讯给自己 可是我也不想要就是知识疲乏 学习焦虑 所以接下来的策略呢 可能的确是要这种 bite size pieces 就是小口小口 好吸收好消化的分量 一天一点点就好了 好那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的内容跟你分享 假设呢 你喜欢这一系列的影片 也希望呢 你可以支持 就是按赞 还有订阅这个节目 然后呢 也把它分享给身边 你认为会有需要的人 或者你认为很重要的人 有什么想法的话呢 也欢迎你在下面跟我留言 跟我互动 我们就明天的影片见啰 拜拜 拜拜 ��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